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渡行而移 结于己而移 贪污之心西游生呆 后汉淑州举传 里面也有 去斥贪污 离远宁写 可以说 贪腐一直是国家发展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贪腐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 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更会使民众不再信任政府 从而降低国家的公信力 近些年来 我们国家在整治贪腐 取得了许多成绩 一些高官乐落马 有利地震 设了整个官员群体 让我们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同时 也看出了国家对贪腐整治的决心 其实 不仅是在现代 在古代各个王朝对于贪腐都是十分厌恶的 贪腐不是小事 长此以往 这些贪腐的官员既有可能害了整个帝国崩膨 所以 在对贪腐的惩罚都是非常严格的 这方面著名的有名太祖朱元璋 他是穷国农民出身当的皇帝 曾经在社会最底层 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深受贪官无以致害 所以 他对贪腐分子的处罚也是历朝历代最严苛的 其中 最著名的刑罚就是包皮食草 包下饭官员的皮 并往其中填充稻草悬挂 来定制那些后来的官员 而在清朝 雍正时期也有过极大规模的全国贪腐整治 在雍正的治理下 他执掌国家权力的期间 整治一片清明 国库充盈 百姓富足 可以说 这种经济尚饱满的态势 再后来达到了顶峰 然而 即使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 老爹死命的整治贪污腐败 到了儿子这里 竟然出现了清朝最大的贪官 最大的贪腐集团 甚至于 皇帝本人都开始带头敛财 那么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古代王朝出现过很多的繁华景象 而在清朝则有着所谓的康乾盛世 这一段时间国家强大 国库充实 人民富足 是整个清朝国力最强的时候 这个盛世的出现 江石化和乾隆关系不大 百分之五十都是爷爷代位打下的基础 百分之四十是父亲治理后形成的良性发展 最后的百分之十才是在乾隆手里 那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顶峰 乾隆当了六十年的皇帝 退位后又在幕后当了三年的太上皇 实际掌控权力达六十三年 前夕他倒也算是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 虽说他是坐享其成 但是也不能否认他前期的功绩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 这时候国家已经鼎盛了一段时间 四海生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乾隆开始了懈怠 说起来乾隆力和李隆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二者都是在前期文制武功 后期贪图享乐 使得整个帝国开始衰落 大部分人对乾隆的印象 大多是来自于影视作品中的多情皇帝 而多情是需要银子的 乾隆后期多次大规模的游玩江南 每一次都是奢华无比 耗费民力无数 而他平时喜好收集各种珍奇古玩 每一项都花费甚聚 加之 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不断 原本充实的国库就在满足乾隆的享乐和阵灾中慢慢被消化 国库没了钱 但是皇帝还是要继续他奢华的生活 那么问题就来了 钱从哪来呢 答案就是老百姓身上 之后乾隆为了维持自己的奢华 开始能带头敛财 皇帝都开始行贪属之事 那么 可想而知 陈公们又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在这里 清朝最出名的的贪官和珅 和他的利益集团 为什么能一直待在权力的中心 那是因为这个利益集团的最终老板就是皇帝本人 难道乾隆不知道和珅他吗 不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需要和珅来为他连取更多的资本 以保证习皇帝的糜烂生活 都知道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 贪官总是成而不绝 而且胃口越来越大 手段越来越狠 数量越来越多 清代人贪官和坤 他被吉莫的家铲蛇和白银 就达到八亿两之举 甚至 比清王朝十年的总收入还多 创下了贪污受贿的最高记录 这样的巨贪 乾隆皇帝能不知道 这里 更重要的是 和珅虽然是个十足的贪官无力 但他能办事 能够处理好乾隆 交给他的军国要事 在一个大型贪腐的潮局之中 如果 你要抢压得住下面的人 那么 你就得找一个最会贪的人来办事 在影视作品中 和珅和纪晓兰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纪晓兰痛斥和珅贪污赈灾两款 和珅回答说 贪这些钱 是为了让那些官员 更好地为他办事 不把他们喂饱 谁 会来真心实意的办事呢 这话听起来荒唐 但是 却也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大环境决定了你如果不同流和污 那么 你不仅办不了事 甚至于 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其实 对于贪腐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 官员们 都能有好的生活保证 那么 贪腐的可能性就会小上许多 好比明朝 在那么严苛的法律下 依然冒充了不少的贪官 原因还是明朝官员的待遇太差了 我们就举个例子 明朝时期 一个京城官员的俸禄讲道理 是够他一家一年的生活的 但是 不可能只保证基本生活就完事了 还有仆仪的费用 对上司正常的反应 一些人际渴望等等 最终 这些加在一起 往往会导致官员难以为继 很难维持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提出 只要他利用一下手中的权力 就能获得相当的利益 我想没几个人能拒绝 所以 贪腐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能正视这个问题 不在源头上下功夫 贪有数 然而有限 宋代宿周太守沉破 因贪污被处疾刑 离刑前他所笔写下离刑时 机遇堆金官一重 获来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金何代 不亦难可亦梦中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教训 贪赃王法得来的富贵 犹如难可以梦 是不会长久的 参考资料 庄子秋水 淮南则出真训 后汉书州举传 中国古代贪官传 离刑时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权油 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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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